早餐的通雞品店 早餐的通雞品店 不知道有什麼 這是它的雞品店 配點的食物 然後有和宋啊 起司 還有農湯耶 到雞都會有一個免費的飲料 如果你要額外的就要優點 耳機 耳機要全 因為台灣的通雞有多好 耳機不用錢 我家給他們帶回家 因為飛機上實在太冷了 我們就點了一個他們的雞肉湯 有一點像番茄 番茄奶油濃湯 就像婆頌湯都加一點奶油的感覺 因為它料很多 就是一碗這個 應該蠻有飽足感 如果能配麵包會更好吃 氣泡水 真的冰島 冰島品牌的氣泡水 梅克亞維克的都 多了 氣泡比較滑順 對啊 冰島航空會提供一個免費的飲料 然後有收打 汽水啊 或者是熱茶熱咖啡 那其他的像我們剛才點的這個泡麵 湯 湯的話就是要另外付費 好了我們到Gate 我們下了大巴 現在要去冰心裡 要去入境 我覺得來這裡有點原始 有點像我們之前在我們公園工作的時候 這也是冰島的Local品牌 說說看你在對冰島航空的感覺 你坐起來的感覺 有點廉價航空的感覺 只是多送一杯飲料 比較類似國內線的感覺 他們不會提供熱的餐點 就像我們今天飛三個小時 那他也是供給我們一杯飲料 那我們還有另外賣一個熱湯 但是蠻貴的 大概200多塊 250塊的熱湯 然後今天的主人也都還不錯 就是我們有送他們一些小禮物 然後他們也蠻開心的 有人推薦我們啦 在機場有先買這個啤酒 會比台市區蠻便宜 我們這次租車是跟一間 叫做Lava Car Rental的租的車 那我比較下來 他價錢蠻便宜的 甚至比一些租車行 跟我們公司合作的方案還要便宜 而且他可以租到很酷的車 好了經過一番波折 我們已經租到我們的車子了 今天住的房間很特別 他是私住check-in的 第一碗的房間 好簡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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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不給你喔 好簡潔喔 但是也不給你喔 我們現在第一站 先來市區 然後我們要看Icewear的衣服 Icewear是冰島這邊的品牌 然後有出很多的機能服啊 或者是毛線衣毛鮮毛 還有一些復古的外套 然後我們現在這間店 他算是在冰島的比較熱鬧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吃的逛的 還有紀念品的小店 走去看看 好簡潔喔 除了剛才樓下的比較 腰貓款式 這邊有一些比較機能款式 很像是有GOTEC的手套 然後 如果沒買到裝備 也可以來二樓試試試看 我這邊有Hellie Benson的褲子 像這邊他就有提供了一個優格 有草莓對圓會的 然後這邊還有土式麵包 各種不同果醬 還有當地的果類 這是應該是香瓜阿蜜貓 之類的 然後也有 火腿起司盤 然後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他們當地的玉子醬 還有很有名的牙膏玉子醬 小竹超市有賣 嗨 嗨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行程 今天第一個行程是來到蘭谷溫泉 布魯拉公 那我們昨天分享的就是 我們租的是 這次租車選擇的是特斯拉 因為發現 在冰島這個地方 其實電動車也蠻流行的 然後沒想到租車會有 特斯拉這個選項 所以我想說這一次旅程中 那就租特斯拉來看看 那其實冰島這邊蠻多可以充電的地方 像是整個環島都會有特斯拉的超級充電站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 布魯拉公 蘭谷溫泉的地方 它也有一般的充電的裝置 所以你去泡溫泉的時候 可以先把車停在停車場 然後去充電 那回來的時候 你就有電力 可以再去做你下一個行程 那這邊的不是特斯拉的超重 然後也是一般的充電 那速度的話 我會用字幕後製上去 那提醒你去蘭谷溫泉 一定有很多想要拍照的地方 那一定要戴防水套 然後還有手機一些保護的措施 像這個 防水套 那走 我們去泡溫泉 掰 風超大 所以冰島的風真的超級大的 所以有防風的外套 或者是有GOTEC的外套 真的很重要 從蘭谷的標示進來 要先走一段這樣的路 還好有這樣的石頭 擋住剛才的冷風 真的耶 走 這又是福魯拉共的 它的大門 喔 電動門耶 然後我們在網路上 所以要在這邊check in 還有點沒有Wi-Fi耶 我們在I2 Island網站上盯著 然後還會給我們一個手環 然後我們的泡票組包括了 溫泉裡面的 滴杯飲料 然後還有西藏的地方 那我看有比較高級的 它裡面有一些包括按摩的行程 但是比較貴我們都沒有住 好 先去換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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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只有130-140公分 因為外面實在太涼了 很大,不會覺得好像很多 拍完了美照,我們現在要去拿飲料 這裡就是可以換飲料的地方 左邊可以換啤酒 這是我們第一餐,正式的餐廳 也是網路上很多人推薦的蘑菇廚房 我們選擇是一個buffet 然後另外一個人吃當地的souman 這是蘑菇濃湯 蘑菇湯很濃 很濃耶,上面有大蘑菇 然後這邊有一些卵油 然後他們的研製物 還有他們的手頭麵包 這是我們點的鮭魚套餐 然後裡面有沙拉,他們的馬鈴薯 Local的馬鈴薯跟蘑菇 還有這個沙拉醬 它的味道非常的新鮮 好好吃耶 這一餐還蠻不錯的 就是有熱熱的湯 然後還有好吃的蘑菇相關產品 這間店除了有正山之外 也有賣一些有機的自己的農產品 像是蘑菇或者是一些水果 下雨了 真的是有 看Gofo最標準配備就是要有全身的雨衣 像我們現在這樣 那我們剛才去的地方叫Gofo 黃金瀑布 黃金瀑布 它的go就是英文的gold 就是黃金的意思 然後還有一說是因為它夏天的時候 然後夏天的水會帶著那個泥沙下來 那泥沙遇到太陽的時候 然後反射出很像黃金的樣子 所以叫黃金瀑布 那剛才那個區域它有服務中心 有兩個停車站 一個是上程跟下程 那我們推薦可以開車到下程拍個照 再開到上程 上程有購物品 紀念品中心 購物 然後也有餐廳還有廁所 然後全都是免 停車跟廁所都是免費的 有名的那個羊肉湯 就是在上程的服務中心 對很多人推薦羊肉湯 接下來我們是要去 Geyser 也是黃金圈三大著名景點之一的噴泉 對 好 Let's go 好 不知道耶 怎麼跟歐飛沫差不多 差那麼多 我很失望耶 而且我們現在看那個香港Youtuber 他不是有拍到很滿高的 好 大家去看他們的畫面喔 我們現在來分享喔 好小喔 對 跟黃絲比差很多 而且黃絲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而且它不是只噴一次 它會噴延續好幾分鐘這樣子 還是幾十秒 然後我們其實太久回去了 因為會有噴了一分鐘 十年前去的 十年前去的 但是很有誠意 嗯 啊這裡就是想噴就噴 招呼到它 呵呵呵 好 下一個城鎮 海拉鎮 出發 在病道旅行 都會遇到一些垂石土方的狀態 那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什麼狀況呢 你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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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分享 冰島租特斯拉的一個優點 就是在像我們剛才遇到那個 Ship Travel的時候 然後 就很方便 那它現在 我們現在前面一樣還是有一樣 就是 所以現在塞車嘛 那我們就開始自動到它 那我們就可以 稍微比較輕鬆一點 不然你就全程灌注在這邊 就會 有點辛苦 那這是我們今天第二天 朱特斯拉的心得 然後我們有發現就是 嗯 嗯 充電的話可以看一些Netflix 什麼的 Netflix的影片 但是它需要連接無線Wi-Fi 但Wi-Fi吃到飽 我們在冰島沒有買吃到飽的方案 所以 這部分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去看影片 比較可惜一點 那 充電站的話 我們目前開下也還蠻方便的 其實 呃 Supercharger Station 還有一些 私人充電站都蠻多的 對 所以冰島 旅行 租特斯拉目前第二天下來 是還覺得還OK 那我們之後再繼續分享 好了 欸真的是 最後一條的最後倒數 所以還有兩個房間 欸一個 12147 14161417 14161417 哇又是一個 極簡嗎 欸 照片看起來很大 但是 欸我覺得可以 就是 木頭風 然後這邊有 壁掛 壁爐式的電暖器 燈怎麼沒 好方便 然後這邊一個小桌子 然後有插座 有點類乾絲分離的浴室 然後馬桶 其實我覺得冰島能住到 就是有 單獨的浴室 就很棒了 然後這個一間 多少 快八千 七千多快八千 七千多 我原本以為廁所是基本的 結果來這裡發現不是 那其實冰島你從 呃 可能 一兩千兩三千到 兩三萬甚至更高級的都有 有